第二個資格賽 請看第一個提示 寶寶四個月 幹嘛 四個月成型啦 有心 對啊 就成型啦 是寶寶在肚子裡的四個月 還是出來的四個月 第二個提示再看 光秉勝 阿哥 救濟 郭耀仁在外 對 郭耀仁在外 來 您請說話 我的答案是 休閒娛樂對不對 是休閒嗎 休閒 要說故意喔 要講對喔 光秉嘛 你就不曉得了喔 這叫休閒 因為開始開始要冒牙了 要開始 牙 口水分泌的特別多 會一直流 休閒 答對嗎 休閒 好 好 好 來 請郭耀仁 請我們在九個郭耀仁 郭耀仁同學 台灣大學戲劇戲劇 你少了一分鐘喔 五四三 你是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OK 為什麼 所以 因為你是第二個出來的 因為你爭取不到第一個 了解 好不好 還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看一下量身打造的 他 郭耀仁的題目 請看 客製化的題目有 雙胞胎 機率 你就有 歌仔戲電影 你會歌仔戲 巨大吉他朝聖地 他是一個會吉他駐唱的 他有過這樣經驗的人 怎麼樣 看不出來 送豬腳習俗 他個人愛吃空肉和豬腳 夫妻關係檢測是 其實強調是他們常常 一起聯合放閃 日本泡個湯 喜歡到日本 尤其泡過北海道 素 裸體模特兒的誕生 他做過裸體模特兒 人體模特兒 他很多經歷 差一點外文系 進不了外文系 所以只好進細細細 對 對吧 你覺得從哪邊開始比較好 彈吉他就好了 巨大吉他 好 練吉他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高中 練吉他的目的是為了 就把妹 就耍帥 好得意思喔 這種對打路也很重要 對 跟師兄一樣誠實 就表示我沒有套了 對 對 對 巨大吉他 朝聖地 請主題 請問選手第一間 吉他造型飯店 是位在哪一個國家 A 西班牙 B 美國 C 英國 有一個吉他造型飯店 你聽過沒有 有 之前有那個新聞 非常好 那你應該關注過這個行為 三分四十秒 好 我的答案是 美國 練索地 你好痛苦喔 對 你好痛苦 很掙扎 你好不確定 是不是好像有一個叫什麼 Hard Rock Hard Rock的符號圖騰式 吉他沒有錯 他是猜的我想我們誰也救不了他 美國是全球第一間有吉他造型的飯店 是嗎 請揭曉 好 謝謝Hard Rock 謝謝 Hard Rock 好 這間飯店就叫做Hard Rock Hotel 它就座落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那這間飯店真的是超級無敵美的 因為它整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透明的玻璃吉他 因為它全部都是用玻璃窗打造 你可以直接這個佛羅里達的艷陽 直接曬到你的飯店裡面 而且它還有幾間Villa 是靠近這個水面上的 所以它其實也有另外不同的空間 再加上它除了這個吉他外型 它其實當初在開幕的時候 十月二十五號 還請了魔力虹到現場來表演 那任何到這家飯店裡頭的住客 你都可以跟櫃台借吉他 帶回去自己的房間裡面 開電視就可以學習怎麼來彈吉他了 而且在這個飯店裡頭它還有賭場 跟一千坪的SPA空間 還有Shopping Mall 所以非常值得去那裡試著住住看 好 第二題請選擇 差一點外文系 那就已經差一點才外文系 就念不到你還要念那個 對 就彌補一下自己的缺憾 缺憾嗎 來 請出題 對 因為諺語Bob is your uncle Bob是你的叔叔 指的是什麼意思 A 你好愛裝熟 B 一切都沒問題 C 你在開玩笑嗎 鮑勃是你叔叔 是你的叔叔 鮑勃是你的叔叔 C 是裝熟 還是沒問題 還是你在開玩笑嗎 答案是 C C 請說你 我一定會問你的 怎麼樣 他說的英文裡面 他叔叔不是鮑勃 Bob is your uncle 他答對沒有 Are you kidding me 我就會這樣回答 所以我覺得說你在開玩笑嗎 所以我覺得是C 對啊 我不可能剛好問到一個叔叔 你叔叔叫鮑勃嗎 Yes 那麼巧 How do you know that 不可能啦 我現在一定會說 Are you kidding me 不可能嘛 我說說不叫Bob啊 我一定會這樣回答 你剛剛是猜的還是 沒有 我是 因為我想是說 可是剛才他們在講的時候 我就想說 會不會又像是 你好愛裝熟 因為Bob如果 Bob是一個很普遍的人 大家的名字的話 Bob is your uncle 對 你在裝熟嗎 這樣子 對 我剛才突然 感覺在那個時候 請揭曉 Bob is your uncle 真的耶 正式答案就是 一切都沒問題 那Bob這個人呢 他其實本名叫做Roberts 那他是英國的 維杜利亞時期的一個 非常成功的指揮官 基本上他只要每次出去打仗 都是百戰百勝 所以呢所有的下屬啊 就會用這句話 就他們暱稱他叫 Uncle Bob 他們只要跟對方說 Bob is your uncle 的意思呢 就代表說 Bob這一次呢 他又出征了 所以一定是一切都沒有問題 一定都能夠取得勝利 偏要選因為自己沒把握的 唉 明明自己遺憾是過去的 偏要去變成今天的 應該過去就讓他過去了 就過去了吧 不要再執著了 對不對 明明就不是那個戲 你去唸布袋戲了 來 下一回合的 資格在